新出现人口多出生率也提高 许多妈妈生产完都会选择到产后护理之家来休养 但现议员连玉婷今天就po出 有婴儿疑似遭到不当照顾的影片 要求现补对脱婴产后护理中心等都要严加评鉴 保障孩子的安全健康成长 以手拉脚的方式抬起出生不到10天的幼儿 产后护理之家照顾的方式疑似导致幼儿受伤 引来父母提高进入司法程序 新出现议员连玉婷对于不当照顾方式 以及县府的作为关注质询 在我们竹北有这么多人需要产后护理之家的这个状况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有更好的产后护理之家的评鉴制度 才可以符合你说的感生感痒 县长如果中央法规不够明确 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建立出最好的评鉴制度 包括评鉴内容应该是怎么样子 可以公开让大家知道 对于不当照顾已经开罚6万 但连玉婷认为轻罚无法喝止 今天在议事堂上先是关注幼儿园教师 因为孩子哭闹以玩具筛嘴制止 另外又PO出护理之家 以死不当照顾婴儿 要求县府应该要加速揭露 在台罚公告处列出 并研理更严格的评鉴制度 对于护理之家法规的要求 县长杨文科也答应 在三个月内要研理相关办法 因为我们新竹县生育率是非常高的 那我们要让所有的这些家庭都可以安心的话 我会请卫生局就这个部分 我们研究一个评鉴的制度 方法跟内容跟时间 我想这个我们来研究吧 另外连玉婷也关心深藏家属爱心陪伴卡 搭乘大众运输 以及增加长辈托养补助机构等 让关寡孤独废棘者皆有所养